徐扬的话传向对方仅有的二十多万兽军阵营 一切如他所料 根本没有一个人上来送死 半炷香的事件 足够着黄昏公子流进自己体脉中 最为纯粹的海兽王族血脉 白莲雪和朝天珠再次出现时 阴阳大阵完全落入黄昏头顶 而他也已经陷入了奄奄一息 被榨干了生命力的边缘状态 而在这期间 白莲雪和朝天珠也分别解锁了各自的记忆尘封 师尊 我们完成任务了 也想起了一切 徐扬满意点头 同时一脚将这奄奄一息的废物 无尽海投灵踢到了鹰的脚下 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就当告慰你的王后 以及那些陨落的神潮战士们了 鹰王子攥紧双拳愤怒到了极点 毫不犹豫的梁指伸出 直接戳下了这黄昏的双眼 痛苦的一声嘶吼 化作一道无比通透的强烈气息 轰散开来 这一次 便是连天眼也未能完全阻挡 声浪传入深海尽头 也将那陷入沉睡状态的黑胶王 彻底唤醒 徐扬 你找死 鹰并没有更多犹豫 抽出自己腰间的宝剑 足足在这任人宰割的黄昏王子的面前 刺了三百多剑 竟是将他身上每一道蛟龙龙鳞全部剔下 浑身皆被血痕充满 看上去相当的猙獰惨烈 然而是如此 似也不够鹰王子发泄心中的怒火 直到最后一见 鹰终于亲手洞穿了黄昏的寿元 强大的原力精华流淌出来 陶铁 开饭了 小家伙鹰鹰呼应了一声 而后立刻从小团团身上飞窜而来 来到黄昏面前 大口大口的吞噬起来 转眼之间 这无比纯粹的寿元精华 便被小团团身边的饕餐 全部吞进自己的口中 避免着大量的精华 便宜了下面那些海兽战士们 失去了寿元的黄昏 彻底变成一条被剃光了龙鳞的小鱼 似乎连它属于胶的血脉 也已经彻底了消失 我们成立了吗 战士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似乎都在脑海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一战真的是太过惨烈 两大王国几乎葬送了 他们最为精锐的主力 而吴近海一方 估计千年之内 也很难再修养出 如此规模的庞大军团 这一战进行到这种程度 已经算是濒临尾声了 然而 只有徐扬青说 伴随着深海尽头 几声浅淡 却无比深沉的波动咆哮 幻想世界最终一战 或许才刚刚开始 黑蛟王 那个站在整个幻想世界 修炼顶端的存在 真正的吴近海 百万年来的永恒霸主 终于出现了 之前的黑蛟王 仅仅只是探出一颗巨大的头颅 就如同一个小岛一样恐怖 这一次 当他将整个上半身 完全探出水面时 黑蛟王真正的模样 才彻底惊呆了现场所有人 天哪 这身体也太尼玛大了吧 好可怕的家伙呀 海中真正的霸主 我们真的能够战胜 这种级别的存在吗 这样的疑问本能的出现 千秋岭战士们明白 光凭他们所剩 无几这几万人的力量 估计连黑蛟王一记龙喷 都抵抗不住 就会瞬间灰飞烟灭 所有人退后 保护好神朝和联盟军战士们 退进千秋岭城墙法阵上去 这里交给我 徐扬话罢 已是再一次腾空而起 来到了云层之上的顶端 如果说之前的他 乃是联盟军首领的身份 那么现在的徐扬 更像是代表着整个大陆法则之下 巅峰强者的名头 在和大陆最邪恶强大的 终极BOSS对峙 毫无疑问 战争的强度已经上升到了神级 凌驾于众生之上 在这场对抗中 其他所有人都只能是 观望者的资格了 随着千秋岭战士们的陆续撤回 吴近海上的所剩不到两成的 二十万大军也各自退走 潜入吴近海深处 休养生息去了 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的欲望 更加不认为这一战中 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撤退便是唯一的选择 至于那二十多个深海王侯 则和徐扬团队几十个大佬一样 继续保持观望状态 但都没有参战的打算 除了黑交王和徐扬之外 无双和女帝则成了终极战场上 唯一尚且灵动的两大巨弊 只要徐扬有需求 他们随时都有资格和能力 介入战场 影响时局 但关于这最终一战 联盟局一方都明白 徐扬才是真正唯一的主宰 两大女神纵然实力不弱于徐扬多少 也只是辅佐者的角色 终于看到你的本体了 吴敬海的霸主 看着面前巨大的完整黑蛟龙轮廓 徐扬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句感慨 黑交王似乎很平静 但眼神中却充斥着冰冷肃杀的痕迹 你杀了我两个继承者 是不是打算也付出一些代价呢 并没有这个打算 徐扬的回答很是直接 但黑交王毫不犹豫地将这样的回应 当成是对自己最大的挑衅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么我要是不给你一点回应 岂不和我的身份不相衬了吗 突然 黑交王本体做出了一个缓冲的工作 而后对着下方千秋岭喷出一道无比凝实的 半径足有五十米的巨大水球 这球体固然使水属性元素凝结而成 但其中夹杂的寿源之力 强度却是难以想象的 哎 撤 快撤 所有人离开城墙 武神官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为了给麾下士兵们拖延时间 他主动腾空而起 用自己的身体融进着光球之中 饶是如此 也终究未能阻止这巨球的降临 整个被联盟军镇守了数日的千秋岭门户 轰然崩碎 百米高墙 仅在这龙王一瞬之间就给完全抹平 没办法 硬实力之间差距太大 这黑交龙堪比神 已是大陆最顶尖的无上存在 好在百万大军都已经被打退 无尽海方面也已经失去了入侵内境的欲望 这一战 注定将决定大陆所有人的命运了 无恙 凌亏 不爱 不爱 这一战 不爱 你 不爱